哈喽大家好呀,我是思思,今天为您带来美国科幻电影《时间机器》 疯狂的科学家坐着时光机来到80万年以后,发现因为月球大爆炸,人类分化成了两个族群 一类住地上依然是人形,一类住地下却成了怪物,而地上的人竟然还成了地下怪物的食物 这个科学家为救心爱女子,置身涌闯地下怪物之国,结果发现这里的世界远远超出她的想象 影片开始,在穿越之前,亚历山大是大学数学系的一名副教授 他平时总是沉迷于学术,时常忘记一些重要的事情,比如今天要和女友求婚 这关乎他人生幸福的重要时刻,要不是同事提醒,他就差点误了时间 当他穿过车水马龙,终于来到和女友约好的公园 在一番语无伦次的告白后,他成功把求婚戒指带到了女友的手上 可就在这最为甜蜜的当下,一个意外摧毁了这一切 也彻底改变了亚历山大整个人生轨迹 一个劫匪从树林中窜了出来,拿着枪威逼两人交出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 女友为了守护亚历山大刚送给自己的戒指,极力和劫匪争执 结果,一不小心却重待身亡,原本的幸福顿时化为泡影 亚历山大在雪地里抱着死去的女友嚎啕大哭 她不愿接受爱人离开的事实,便决定设法改变这个结局 在此之后的四年里,她就一直在研究关于时光穿越的可能 并不断进行数学公式的演算,甚至制造出一台时间机器 当她坐上机器,成功将它启动时 驾驶台上的几块钟表开始飞速转动 亚历山大的眼前变得漆黑一片 而她也果真成功实现了心愿,回到了四年前求婚的那个夜晚 亚历山大担心历史重演,便把女友带离了公园 转而去了繁华的闹市,结果就在她刚转身去买花的时候 女友又被一辆马车撞到了,再也没有醒过来 在这之后,亚历山大突然醒悟过来 不管她成回过去多少次,女友的死亡结局都不会被改变 想要拯救爱人的办法,或许并不在过去,而是在未来 这样想着,亚历山大就再次启动了时光机器,把加速器直接推到了未来 此时的机器外面的世界迅速变换,日升月落,藏海桑田 直到她看到外面的一处广告牌后才停下来 上面写着,未来就是现在,那是一则月球度假村的广告 原来,这个时代的人类已经开发了月球,并在上面建立了新的生活空间 为了了解这个未来世界,亚历山大找到了一座图书馆 并在里面发现了一个虚拟影像人物,麦克 他是这座图书馆的智能电脑,储存着所有的书籍资料 而且还可以链接地球上所有的图书馆,相当于一个人类智库 兴奋的亚历山大,以为现在的人类文明肯定相当陷进 一定知道如何改变过去的方法 结果,事实却让她失望了,麦克并没有给到她渴望的答案 搜索出来的结果,要么是科幻小说,要么是疯马牛不相及的歌曲 而且,还有亚历山大过去写的时光机器的论文 看来,现在的人类世界也不过如此 失望的亚历山大再次启动了时间机器,来到了更远的2037年 没想到,这个未来世界发生了一场大灾难 外面漆黑一片,到处都是废墟 耳边充斥着防空警报的声音 而且天上的月亮竟然裂了一条缝隙,还不断在往下掉落碎片 从两个警察嘴里,亚历山大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之前人类一直在搞月球殖民计划 结果一不小心,把月球炸离了轨道 现在的月球正在解体中,随时都会爆炸,会掉整个地球 亚历山大见状不妙,赶紧逃回了时间机器上并重新启动 可还是被月球碎片砸下来的波动给撞晕了过去 加速器也因此无休止地不停往前推进 外面的世界随之飞速改变 抖转星移之间,昔日的高山成了峡谷 森林变为冰川,又变成草原 当亚历山大再次醒来时 时间一表盘显示,现在是80万年之后 他艰难地拉停了手刹,便又晕了过去 等他再度睁开眼睛时 竟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床上 腰上还缠着绷带 想来是因为上一次穿越时的那次震动受了伤 这时,一个小男孩来到了房间 看到亚历山大后,嘴里几里哇拉 说这些他都听不懂的语言 男孩说完就跑了出去 亚历山大紧跟着追上前 想问问对方自己在哪里 可刚跑出去,亚历山大就被眼前的一幕完全震住了 他明明来到的是未来 为什么感觉却像回到了原始人的时代 脚前数寸,就是碧莉千刃的斗牙 两侧岩壁上都是一些奇怪的建筑 像是扣在上面的贝壳 上面住着很多人 他们的打扮看起来有点像是印第安人 大家看到亚历山大后 纷纷围过来一阵议论 可他们的语言让亚历山大一头雾水 就跟刚才的那个小孩一样 直到一个长发女子站了出来 她叫马拉会说英语 在她的解释下 亚历山大才知道 这里的人类被称为伊洛伊族 是80万年后人类的后裔 她见到的小孩叫做凯勒 是马拉的弟弟 英语是他们祖先的语言 现在早已没落 几乎没有几个人会说 亚历山大说明了自己穿越时空的来历 马拉自然是不相信 还向族人说 他是脑袋被撞的一个白痴 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家在哪里 亚历山大很是无语 但也只好接受这个设定 要不然被这里的人当作一族人的话 就要被扔到河里位于 寡不敌众时还是低调形式为好 在女子的帮助下 亚历山大暂时安顿了下来 到了晚上的时候 她抬头看向夜空 之前列了缝隙的月亮 现在已经变成了碎片 就那样散落在遥远的头顶 可以大概猜得到 现在这个世界变成这番模样 肯定和那次月球爆炸有关 可是 关于祖先的历史和变故的原因 马拉也好像不怎么清楚 只是到了第二天 她带着亚历山大 来到了他们族群的先祖遗址处 这里的石碑上全是英文 那是亚历山大所在时代的文明留下来的 没想到在未来 竟成了恐龙化石一样的存在 后人只能遥想 而无法知道她昔日活着时的光景 才来这里不久 亚历山大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这个族群中没有老年人 马拉说 他们都已经去世了 可这个理由无法说服亚历山大 若说生老病死是常态 但怎么可能一个老人都没有呢 再问下去时 马拉只是告诉她 有些事情还是不知道的好 而所谓的秘密就是你越隐藏 那些想知道的人就越好奇 不过出于礼貌 亚历山大也没有再追问 可这个秘密不久之后便暴露了 这天 在马拉的帮助下 亚历山大重新见到了她的时间机器 在这个未来 她依旧没找到改变过去救回女友的办法 于是她决定再次穿越 可还没等她坐上时间机器 不远处就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 马拉当即脸色大变 迅速朝着声音的方向奔去 亚历山大不明所以 便也赶忙跟过去 来到族群的聚集处 大家正在慌忙地四处逃窜 后面还跟着一群巨大的怪物 他们全都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 一个个身形各异 但都有好几层楼房那么高 嘴里还发出一阵阵恐怖的斯鸣 看到这一幕 亚历山大都被吓傻了 这不是生化危机的电影场景吗 难不成是这个族群 拿动物做了什么化学实验 还不等亚历山大脑洞大开 那些没能逃脱的人 都被怪物们抓去了地下 凯勒也围在旦夕 为了救她 亚历山大不得已袭击了一个怪物 直接让自己成了被追逐的靶子 就在她被怪物杀死时 凯勒带着火把及时赶到 亚历山大这才保住了性命 可令人遗憾的是 马拉被一个怪物抓去了地底下 亚历山大狂奔着追上前去 可还是晚了一步 怪物已经带着马拉 顺着流沙漩涡去了地下 恢复平静后 漩涡也恢复成了原本坚实的地面 再也找不到通往地下的入口 焦急的亚历山大不知如何是好 便向其他人求助 让他们去救马拉回来 可大家却皆是一脸无奈 其中一个懂英语的男子解释道 地底下的那群魔鬼强悍无比 就算他们下去也只有送死的份 亚历山大见状也不再强求 便转头向凯勒打听怪物们的巢穴所在 打算自己去营救马拉 面对这个外来者的恳求和勇敢 凯勒最终勉为其难 带他来到一个地下洞穴 而让亚历山大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在这里又见到了影像人迈克 原来这个洞穴就是之前世界的那个图书馆一致 虽说时宜事变 那些有形的书籍都化为了尘土 但虚拟的智能资料库迈克却还在 他告诉亚历山大 自从月球大爆炸后 人类就分成了两个种族 一个住在地上就是马拉所在的伊洛伊族 另一个住在地下 就是那群怪物所在的莫拉克族 两个族群互不干扰各自发展 而想要去到地下那群怪物的巢穴 只要顺着沉重的呼吸声找过去就可以 根据这个线索 亚历山大和凯勒很快就发现了目的地 怪物们的大门长着尖锐的钢铁巨齿 只是看一眼过去 就足以让人感到森森寒意 亚历山大不愿让凯勒冒险 决定只身前往 而直到这一刻 凯勒才告诉了他一件事 曾经半夜的时候 有个怪物来到地上 偷走了亚历山大的一块表 亚历山大大惑不解 怪物们为什么要偷自己的东西 看来只有去到他们的老巢 才能解开这个谜底 随后 亚历山大便正式开启了 自己的地下冒险之旅 进入大门之后 他一路小心翼翼 而接下来看到的景象 让他大吃一惊 这里的怪物们 竟然在地下铸造钢铁 那完全是早期工业革命的记忆 从这一点上来看 地下的这群家伙 比地上的那些人还要先进 亚历山大继续往前摸索 一不小心触动了机关 直接就掉进了地底下的一片沼泽中 当他定睛细看周身漂浮的东西时 心跳都落了半拍 那些都是人的尸骨 想来地上的那些人 被抓到地下后 这就是他们的结局 亚历山大越想越担心马拉的安全 也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 好在误打误撞之下 亚历山大发现了马拉的所在 他被关在一个铁制的笼子里 人还安然无恙 可奇怪的是 马拉的眼睛却望着前方不远处 看起来充满着深不见底的恐惧 当亚历山大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时 正好看到一个人 对方长着一头白发 脸色惨白的像鬼 从那威严的神情和坐姿来看 应该是个大人物 此人又是谁呢 正当亚历山大满腹狐疑的猜测时 白发男缓缓开口 让他靠近一点 那人的话像是有着神奇的魔力似的 亚历山大不由自主地慢慢走过去 而白发男 这时也开始说起了自己的来历 月球大爆炸后 地球就不再适合生物居住 有些人在地面上活了下来 而其他人就逃到了地下 过了几百年之后 地下的人经过发展变异 变成了亚历山大所看到的怪物模样 他们想要再回到地上 却早已无法适应那里的生活了 而白发男 是地下族群中更为特殊的一类 他不仅还保留着人的模样 还拥有发达的大脑 以及读心术的超能力 所以他现在才是这个时代 人类真正的统治者 地上的那些人 是地下族群的食物 那些怪物 就是白发男训练出来的捕猎者 他们还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吃掉一部分地上的人 余下的便留下来继续繁衍后代 这样 他们地下族群才得以生生不息 白发男说起这些话 就像大自然中的狮子猎豹般冷酷 不带一丝人情味 亚历山大为此忍不住指责他 残忍而冷血 既然以前都是人类 凭什么就有资格践踏其他人的生命 白发男只是淡淡地回答 这还是他控制的结果 如果他放手不管 那些怪物很快就会把地上的那些人 统统吃光 而且白发男一针见血地指出 你也不是什么良善之人 为了救未婚妻 就想着改变既定的历史 随意扰乱各个时空的秩序 这也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暴力 随后 白发男施展自己的超能力 亚历山大进入了异常幻境 在那里 女友还活着 两人已经结了婚 他们还有两个可爱的孩子 可那幸福不过只有一瞬间 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把亚历山大重新拉回到了黑暗的地下世界 白发男告诉他 如果你的女友没死 时间机器就不会存在 这是一种因果关系 而你最大的虚妄就是 试图用时间机器的果 去改变女友死亡的因 因果颠倒注定只是一场空 说完这一切后 白发男就把时间机器带到了亚历山大眼前 说趁着自己心情还不算太坏 让他赶紧离开 原来这家伙之前派人去偷亚历山大的表 就是想研究他来这个世界的目的 从心理上摧毁他所追求的东西 就在那个当下 亚历山大也确实备受打击 可他很快就清醒了过来 哪怕真如对方所说 自己这辈子都救不回死去的女友 可只要白发男还在一天 地上的人类族群就永远无法逃脱 身为食物的命运 那自己就趁着现在救那些能救的人 于是当亚历山大坐上时间机器并启动加速器后 便趁机一把将白发男拉了进来 打算利用穿越中瞬息万变的时间将其杀死 两人经过一番激烈搏斗后 亚历山大将白发男踢出了时间机器 但是却死死抓住他的手 不过短短几秒钟 对方就被迅速流逝的时间化作了一堆枯骨 并最终消散于风中 而到了这时 那群被控制的怪物们似乎是有了感应 纷纷朝这边聚集而来 亚历山大迅速救出马拉 同时保持时间机器的运转 随即两人就拼尽全力逃到地洞外 他们刚跑出来 实践机器就因为过速运转直接发生了爆炸 并瞬间迸发出了强大的能量波 随之将地下的那群怪物化为乌有 实践机器毁灭了 亚历山大就再也去不到任何时空了 马拉对此很是愧疚 知道他这样做都是为了救自己和其他族人 可亚历山大其实早已下定决心 他也不打算再去其他地方 而是决心留在此处 将那些被人类毁掉的文明重新拯救回来 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旅程 但那又如何呢 他没有完成的使命 还有下一代来继续 总有一日 人类会创造出新的文明纪元 影片结束 实践机器上映于2002年 改编自英国小说家乔治·威尔斯的同名科幻小说 穿越一直都是个经久不衰的题材 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 人们总是不自觉地会怀念过去 同时也会恐惧未知的未来 作为自诩为全能全知的人类 我们是如此地渴望掌控一切 希望遗憾的事情可以有重新来过的机会 希望提前扼杀潜藏在未来的风险 还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规划宇宙万物 所以才出现了电影中的讽刺一幕 人类大刀阔斧的殖民月桥 结果唠了个文明衰落 自然法则之下 他们都有着各自的生命周期 在此消彼掌之间维持着动态的平衡 大概没有谁可以凌驾于自然法则之上吧 好了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